你的牧师如果不做牧师 那你们教会每个礼拜听什么 我如果不奉献 那这世界曾经听过我讲道的人 损失了什么 不是我们有什么东西 是神的道 丰富到一个地步 可以透过我们这些这么软弱 这么无用的人 供应这么多的人 那我们自己一不奉献 我们就变成拦住神的工作 透过我们流露出去 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爱财过一遍的 今天你要注意听这些话 如果你真正把钱财放在第一位 把上帝放在第二位 那你应当要爱苦 因为很多的人是透过神 利用神 所真正追求的最后 是自己发财的终极目的 所以如果我是用钱来敬拜上帝 钱变成工具 神变成目的 我如果利用神来造钱 神变成工具 钱变成目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 今天我们在整个生命终极性 最后的目标 我们所定的 我们所求的到底是什么 你们这些有钱人 你们要哭泣 你们要好逃 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的身上 你们的财务坏了 衣服也被虫咬了 你们的精灵都长了 修 雅各原来是一个这样严厉的人 而且是对有钱人一点不客气的人 这几十年我也学会了 一点点对这种真理的了解 当传道牧师也在教会里面 讲一些讨好有钱人的话语的奖章的时候 那些有钱人就也把他当作应当看不起的人 当传道的勇敢 这辈那不易得财的人 甚至拒绝他们奉献的时候 虽然教会经济会困难一点 那些有钱人心灵的身处 非常佩服 原来他是上帝的仆人 钱可以叫鬼推磨 这是中国人的诚语 我每次把他都成立外局 看见鬼就推磨的都是鬼 看到钱就推磨 看到钱就推磨 这些人都是鬼 这些人不是人 今天为了钱多少人是贱 是真 是信 是德 今天为了钱 有多少人放低标准 降下他的目的 妥协与世俗同流合物 今天为了钱 有多少人出卖自己的人格 出卖自己的信用 出卖自己的征兆 出卖自己伟大的心智 为什么 因为钱 所以上帝星期雅各讲了 比比特 比保罗 比其他的使徒 更重的 有关于贪财的 切据也是何等悲哀的话语 你们这些富足的人 你们应当哭泣 好套 因为有苦难要临到你们的身上 你们衣服被冲咬了 你们的精灵都长了 绣了 你们财务都坏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